最近有不少人劝我把港币换成美金 我就去做了一点研究 1982年9月 英国首相萨奇尔夫人访华 协商香港的未来 直至1984年底 经过两年协商后 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 确定97回归 很少人还记得那个时候 港币是自由浮动的货币 1983年1月 五个港币换一个美金 但是市场对回归的货币 恐慌在1983年5月 就把汇率推到了9个港币 换一个美金 那年10月 香港政府颁布了联系汇率制度 将港币锁定在1比7.8的水平 2005年 政府又以7.8为中心 设定了一个浮动空间 政府的外汇储备 只要在线会市场 到达了7.85或7.75的上下限制 就会干预市场 汇率之所以可以固定在这个区间 是因为在香港流动的每一枚港币 背后都有等值的美金支持 甚至还多 所以无论有多少人要卖掉港币换美金 香港政府都有能力 以7.85的价格接盘 有多少人要囤积港币 政府也会以7.75的价格保证供应 香港政府每月都会公布 一个外汇储备的简报 2018年9月底 外汇储备相当于 3.49万亿港币 而港币的供应量 仅仅只有1.62万亿 既然有这么充裕的弹药 为什么每当港币汇率接近7.85的时候 市场上总会有港币联系汇率告急的说法 而且在期货市场上 汇率突破7.85的事情也很常见 我想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像装五件 一再配工 公积联系汇率是五件 股市才是配工 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看不见的城墙 自然也是个巨大的剑拔 哪怕只是谈论它倒掉的可能性 都会在投资人心中记起不小的波澜 在市场信心不足的时候 香港股市是一个更容易 让投机者兴风作浪 靠股空赚钱的地方 香港股市市值在30万亿港币左右 政府的3点多万亿外汇储备 如果在特别紧急的关头 要拿来稳定股市 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 香港的外汇储备和联系汇率制度 在过去35年经历了各种考验 是世界上最成功和安全的联系汇率制度 可能正是有了这个不可能被破解的保险箱 打开它成为了有些金融风险家的终极幻想 中国人喜欢说天时地利益人和 所以大家不需要考虑 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保险箱 只应该问什么样的外部环境 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风暴 顺便说一句 看《经济学人》杂志的巨无霸指数 港币的公允汇率应该比现在强劲53.8% 在3.63港币对一个美金的水平 这是为什么 关注忍者ATM的账号 我们下一次聊聊The Big Mac Index